以色列真的打进黎巴嫩了 引离边界大批坎坷车待命 在当地时间10月1号凌晨1点48分 以色列北部就是炮声没停过 而这样的轰炸已经持续一整晚 CN记者连线时就听得到爆炸声不断 以色列这一头还在把更多的坦克往边界送 北部的缓冲区几乎已经全部进空 上空还有军用直升机紧盯 以色列这次出击说是要进入下一阶段作战 并且是经过多次沙盘推演 还要出动散兵 只是以色列说的有限度打击到底是什么 恐怕只有以色列自己才知道 因为以色列之前进攻加萨 也说是有限度打击 结果加萨几乎全区都被夷为平地 现在就连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国际机场 都传出爆炸声 冒出熊熊火光 很难让人不恐慌 里巴嫩没一处安全 贝鲁特市区变得空荡荡 还有人忙着为被炸死的亲友送葬 在一堆空袭后的残骸中徒手开挖 还有被波及的无辜孩童 童言童语让人心疼 满街都是流离失所的家庭 小孩露宿街头 短短几天之内就已经有百万人无家可归 而可以逃的都已经逃出里巴嫩 在法国 土耳其 米兰 希腊 雅典 各地的机场都涌现了大量的黎巴嫩公民 有人气愤地向记者指控 拿出手机照片要让全世界看到以色列的破坏 但是现在这起冲突该怎么收场 恐怕没有人知道答案 拜登公开喊话要以色列停手 但问题是以色列这一次行动前 有告知美国还获得了美国防长的支持 现在法国派出外长到黎巴嫩 英国也施压立即停火 最担心的就是全面开战 因为连叙利亚都指控遭到以色列空袭 还造成一名知名主持人丧命 现在最关键的是伊朗态度 伊朗说从不引战 但也说不会毫无作为 而此时俄罗斯总理米书斯金 飞抵伊朗 就怕是两大反美国家要联手 让中东情势更加复杂难测 TVBS新闻 郑和报道 欢迎回来继续focus 关注中东的战情 以色列部队周二进入了黎巴嫩 进行有限度的地面行动了 目标是摧毁以离边境地区 所有珍珠党的军事设施 以色列强调 不会长期霸占黎巴嫩南部 但是他们所谓的 有限度的地面行动的定义不清楚 因此国际最担心的地面战 恐怕已经开始了 以色列持续扩大各方面的战线 周二再对叙利亚首都 大马士革空袭 其中包括了一名电视台女主播 在空袭里面被炸死 中东战事不断扩大 美国宣布再增兵3000军力 到中东戒备 以色列周二宣布 以军部队已经进入黎巴嫩 进行有限的地面行动 目标是摧毁以离边境地区 所有珍珠党的军事设施 因为过去一年多来 这些珍珠党的据点 不断发射火箭炮 攻击以色列居民 让他们至今无法返家 过去两天 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 进行猛烈炮轰 为的就是要清出安全区域 让地面部队进入 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 以军几个突袭部队 将在边境地区 沿着小范围走廊地带 进行摧毁任务 空中和陆地 也将以炮弹支援 边境还有上百辆战车待命 珍珠党也立刻回应 做好了应战准备 以色列是在周一晚间 召开内阁会议 会中通过进入黎巴嫩 作战的决定 一国政府强调 他们无意长期占领 黎巴嫩南部 但对于有限的地面行动 却没有给出清楚的定义 也留给国际社会 诸多揣测的空间 以色列过去24小时 对黎巴嫩猛轰 又造成90名黎巴嫩人死亡 目前群龙无首的真主党 也宣布会尽快任命 新领导人持续对抗以色列 美国总统拜登 不断呼吁停火 但以色列却依然雇我 他在记者会上 被问到已离情世时 难掩不满情绪 中东战事扩大 美国国防部也宣布 再增派两到三千名 美军到中东地区戒备 目前当地已有四万美军 驻守协防以色列 以色列无视国际压力 仍持续扩大各方战线 周二又对叙利亚首都 大马士革进行空袭 造成三人死亡 其中包括一名知名的电视台女主播 以色列对此事不愿评论 联合国统计 黎巴嫩有超过十万人逃往叙利亚 其中很多都是叙利亚难民 黎巴嫩总理透露 已经造成上百万黎巴嫩人流离失所 南部居民涌入首都贝鲁特 就睡在打劫上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在与以色列国防部长 格朗特通话后 支持他们沿着黎巴嫩边境 拆除攻击基础设施 并警告伊朗 若对以国发动攻击 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TVBS新闻总和报道